干嘛呢 耶嘿 你刚刚跟谁打电话呢 我没跟谁打电话 我就是跟朋友聊聊天 什么都没什么事 我听到你说什么借钱 什么东西啊 谁跟你借钱啊 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管了嘛 没人问我借钱 我问一下谁找你借钱 没人问我借钱 就是聊一下而已是吧 那你 那怎么谈到借钱去啦 哎呀这个事情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嘛 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你赶紧给我老实说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 我没有事情瞒着你 知道没有 我就是在朋友跟朋友打了电话而已 是不是 你就不要吵听这个事情了 快点说 不让我生气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嘛 你快点说 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吧 这个事情说不出口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你跟我还说不出口啊 你跟别人说得出口 我不是一直欠了一点钱嘛 对不对 我知道啊 然后的话呢 趁今天就说来到这里了 我呢 就是说打了个电话给朋友 然后的话呢 就说叫他 赚点钱 我周转一下 然后不但是我再还给他 不是 转钱给你 我不是刚给了你一笔钱吗 那两万块钱我还进去了呀 问题是才有其他东西要还啊 这段时间是吧 我又没有发工 不是你不是一个月一个月还吗 还可以提前还一点的 是啊 他有的就是说 比较高的那个利息的 我就把它就说直接还进去 然后呢那些低一点呢 我就是按月还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现在马上有一笔钱 你看现在就是新的一个月了嘛 多少钱 五六千块钱吧 反正一起加起来 就是说都要还 然后的话呢 我就比较急一点 现在呢又没发工资 就是身上的钱呢 其实也没有多少了 主要是是吧 我没拿什么钱 然后的话呢 你看又亏了一点 那个钱被套子又出不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转一下 就转一下呀 就打了电话给他呀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情呀 你叫我怎么跟你说 你有困难是吧 你不找我说 是不是 你找朋友说 找朋友借钱 虽然说我是吧 现在没什么钱借给你 对吧 但是有困难你居然不跟我说 你跟外人说 你是不觉得啊 谁有谁有那个本事借钱给你 你就跟别人说 就跟谁说 对吧 我没有我现在没有本事借钱给你了 你就压根就不给我提了 是这回事不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个事情是吧 我自己一个人解决就行了 你也支持了我挺多了 我没有必要说把这个事情 你自己我跟你讲 你自己再怎么解决 你都是靠借 啊 知道吧 你如果说你实在是还不起这个钱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实在是还不起又急用的话 你可以跟你妈说一下你的情况 你不要老师是吧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懂不懂 到处就问别人借钱 难道问别人借钱不用还吗 对不对 你妈实在拿那么多钱 是吧 听我说完先 她实在拿那么多钱 帮你一点怎么呢 对吧 再说了那时候说给你一笔钱 你没药而已 你要还给她了是吧 你就当是拿那笔钱来还你这些债也可以 是不是 如果说你妈知道你困就是这么困难的话 欠了那么多万债 她肯定会拿出来帮你的 对吧 就是你没开口 就是你实要面子活受罪 我跟你讲 哎呀 你就不要生气了吗 这个问题是不是 本来呢 我就想着 我就找她周转一下 是个短期的 然后的话呢 我怕跟你说了 等一下呢 也不知道你是吧 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万一你又像以前要发脾气 我就不想跟你说 如果说你不像以前要发脾气 我就更加不想跟你说 我就担心是吧 你为了这个事情等一下又替我操心 又觉得是吧 怎么样 本来这个压力已经更承担就够了 非要两个人干嘛呢 是不是 又不是说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借点钱周转一下 我把这个月顶过去了 是吧 到时候呢 下个月再还给她就可以了 也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是 对你来说呢 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气呢 就是气在你这个人 知道吧 出事了 或者有任何突发情况 有任何事情 你不跟老婆说 是吧 是吧 能不能帮呢 是另外一回事 你起码得跟我说一声啊 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给你支招呀 对不对 你还瞒着我偷偷找朋友借钱 是吧 你这样做很不对的 我跟你讲 你就把我当个外人了 知道吧 没有把你当外人 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了嘛 是不是 你不跟我说 你就是把我当外人 那我现在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不对 不是跟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了吗 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是吧 那就行了嘛 反正呢 我不问你啊 估计啊 你都不说 我跟你讲 我逼问你 你才说出来的 下次我告诉你 有什么事呢 直接当着我的面说就行了 懂不懂 不用藏着掖着 我不是你肚子里的回充 我猜不到你在想什么东西 懂不懂 我知道了 反正呢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尽量跟你先沟通嘛 对不对 你朋友就那个把钱借给你了 他说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转过来啊 那你要了 那他借我就拿着先 反正也是个短期的 短期的 你想一下 你借他的钱短期的 你都是是不是要还给他 你拿什么钱还给他 那到时候我不是有工资吗 有工资 你要还另外的钱了呀 哎呀 可以转的过来的 我觉得吧 你这个借钱还是少点借啊 不要借太多 懂吧 不要是借这个借那个到时候还不起狗的里面也不是人 行吧 好 好